胆囊吸肉患者在日常生活管理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那么胆囊吸肉患者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 首先第一个要遵循的就是低胆固醇饮食 这样的一个原则 因为在我们临床中大部分胆囊吸肉都是胆固醇吸肉 胆固醇摄入过多 一个加重了肝胆代谢 那么胆固醇摄入过多主要就是加重了肝胆的代谢 以及清理负担 引起多余的胆固醇在胆囊壁形成结晶 从而形成吸肉 在饮食上我们建议还是多饮一些新鲜水果蔬菜 等低胆固醇的食物 像我们说的香菇木耳芹菜豆芽海带等等 一些清淡的这些食物 吃肉可以吃一些鱼鸡肉 这些低胆固醇的低脂肪的食物 也可以吃一些干豆类和它的制品 尽量少食油 少食油一定少食油 不管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 另外像甘果坚果里面也还有大量的油脂 所以都要少吃 那么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类的食物 像我们这个绿色的蔬菜 胡萝卜西红柿玉米等等 那么在饮食上还有一些 感到吸肉尽量少吃刺激性食物和辛辣食品 像这个辣椒蒜等等尽量少吃 而且在进食之当中 我们还是强调高胆固醇的食物尽量少吃 鸡蛋特别是蛋黄肥肉 还有一些动物内脏等等尽量少吃 再有一个主要的问题 很多胆囊吸收患者与长期饮酒有关 那么酒精呢 饮酒呢 我们说酒精的分解 都是在肝脏分解 那么酒精呢 它影响会损害我们肝脏功能 引起肝胆功能的失调 从而导致了胆汁分泌 和排出的一些紊乱 长期的饮酒 它会刺激我们这个胆囊吸收的形成 也会刺激我们这肌肉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在有肝胆疾病的时候 都要提倡戒酒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